阳光何许的照射之下 绿色农作物每一棵都在成长茁壮 这里是土城园林里的绿屋顶 去年8月份由土城区公所 在这里的三楼阳台上发包施工 打造一座屋顶农场 大约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里成了布满绿色植物的农园景观 而且里长蔡皇帝强调无毒种植 有菜虫得自己动手捉 我们是要做一个有机的一个农园 所以我要求这些任养的志工 一定不能使用所谓的化学的东西 农药之类的东西 通通禁止他们使用 严格的禁止他们使用 如果有发现到虫 是要亲自来抓虫 这样才是一个有机的一个农园 捉菜虫不必弯腰驼背 不必蹲在地上耕种 这也是园林里绿屋顶的最大特色 以往的菜园是一亩一亩的设计 里长则是考量到老人家腰骨的问题 请公所做成三层式的设计 让引发长辈站着就可以种菜 阿公阿嬷他们来种植这些菜的时候 他们不必要说要蹲 弯着腰或蹲下去做 因为它会伤到他们的骨头 所以我们这次的绿屋顶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做成立体式的 让老先生老阿嬷他们 直接可以站着来种植这些蔬菜 站着种菜不会让老人家有腰痠背痛的问题 再加上绿屋顶的水铺满 雨水循环设计 在灌溉浇水上也很方便 还有降低温度的效果 一整个绿屋顶就是园林里的室外桃源 感受不一样的都市农园景观 中家新闻林立如李家豪土城报导 中家新闻林立如李家豪土城报导